中国花费230亿建成川藏第一桥 荣获桥梁界诺贝尔大奖 没想到现如精进变成这样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桥不仅是路的延伸 更是美的化身 中国自古以来建成了无数坚固而美丽的大桥 在山河众多的四川 为了突破交通瓶颈 也诞生了很多了不起的桥梁 去川西游玩已经是四川人常提出的旅游建议 进入川西 雅康高速是很多人的必经之路 雅康高速上有一座雄伟的大桥横跨大渡河 就是川藏第一桥 大多数人走川藏第一桥过的短暂一刻 都会赞叹他的雄伟 气势磅礴 虽然过川藏第一桥只需要数分钟 但修建这座大桥却历经了千辛万苦和重重困难 雅康高速全长135公里 总投资230亿元 全线有129座桥梁 44座隧道 桥岁比高达82% 是目前四川省乃至全国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速公路之一 雅康高速建成后 从成都到康定 只需三个多小时 大渡河新康克大桥是雅康高速全线的核心组成部分 是一座建立在高地阵列渡带 高海拔的刚横梁悬索桥 全桥共长1411米 其中主跨长1100米 它的桥面与大渡河水面有高239米的距离 相当于90层楼高 因而被称作川藏第一桥 此前 为了克服大度和天险 中国赤字实意打造了新康特大桥 而事实证明 中国的工程建设能力堪称世界顶尖 这一超级工程拿下了桥梁接诺贝尔金桥 就连大洋彼岸新高气傲的美国人都得上门求学 因为这座桥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 在这座川藏第一桥斩获西方大桥的同时 中国可以说是用实意给全球上了一课 看好了 大桥应该是这样造的 提起新康特大桥 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可能嫌有耳闻 但要说历史课本上经典的飞夺卢定桥故事 恐怕就无人不晓了 而新康特大桥 跟著名的卢定桥一样 其实都横跟在大渡河上 并且 不管是卢定桥还是这座最新的新康特大桥 都可以归类为同一类桥梁 选索桥 不过这两座桥的承载能力和技术含量却是天壤之别 新康特大桥从东西方向横跨大渡河 全线长度达到1411米 主跨长度为1100米 桥梁设计时速为80千米每小时 桥面道路为双向四车道道路 足够满足川藏高速公路的交通需求 同时也是这条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新康特大桥2014年9月正式开工 工程建设接近5年 大桥体量巨大 紧桥柱的混凝土就高达29万余立方米 桥上的悬索钢丝连起来可绕地球一圈半 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超级工程 为了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 桥梁建设者们在设计施工中采用了大量的创新型设计 当初 工程团队在建设的过程中 首先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址 一方面该大桥地理位置位于大渡和深切峡谷区 地形非常陡峭 另一方面该地区正好位于卢定断裂带和鲜水和断裂带中间 经常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地震 而陡峭地形加上地震几乎百分百导致滑坡等地质灾害 因此在选址上工程团队直接排除了卢定西支断裂带等危险地区 选择了目前位于咱里的地理位置 最大程度避免地震带来的危害 然而即使避开断裂带 桥梁依旧难免会受到地震波影响 需要具备较强抗震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工程团队在桥梁主跨中设计了角结石耗能中央扣 并且在其中使用了防驱钢支撑 这个中央扣只承受轴向力 当小规模地震发生后 这一中央扣处于弹性状态 满足安全性需求 而当大地震发生后 其中的防驱钢支撑立刻就会产生较大的阻疑 竟然消耗掉地震传递给桥梁的较大能量 从而保护桥梁的主体结构不产生变化 即使地震烈度过大 桥梁也能按照设计师的设想发生屈服 保证小震后桥梁还安全性和正常使用的功能 搭震后能降低桥梁的修复成本 为了增强桥梁的承重能力 新钢特大桥上承担重量的斜拉索 并不是固定在岸边 而是深深地插入两岸的岩层之中 该桥采用的两塔两毛固定支撑结构 需要在海拔1617米的高山峡谷间 架起跨度为1100米的悬索锁塔 如何拉住悬索是工程的关键 为保护生态环境 该桥采用了隧道毛施工技术 再也按按一侧 向山底鞋下方开凿了一条长159米的隧道 用1000吨钢材在隧道顶端建起 10层楼高的钢架结构 灌注8600立方米混凝土 用以拉住锁桥 能够承受2.8万吨拉力 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隧道毛 此外为了抵抗该地区较大的温差和空气湿度 保证钟声不换的钢索长时间不生锈 新钢特大桥的吊索由上万根钢丝组成 不仅在外部使用涂上了防护层的钢丝缠绕 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来避免氧化腐蚀 施工团队还在桥上安装了出气孔和除湿机 不断向钓索内部注入干燥的空气 尽最大可能保证钓索不会接触到潮湿空气引起氧化 在大桥康定岸一侧的重力是锚定平面面积5100平方米 相当于12个篮球场大 仅同方量就达到9.1万立方米 大桥还攻克了高烈度地震区混凝土桥塔设计的世界级技术难题 多项技术指标开创了高海拔地区的先河 在第36届国际桥梁大会上夺得被誉为 国际桥梁兼诺贝尔奖的古斯塔夫林德萨尔奖 古斯塔夫林登少金奖是该会议为优秀桥梁工程设立的杰出成就奖 评选内容主要包括桥梁的实用性 技术含量 材料改革 外观设计 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度以及其公众参与度等 新康特大桥处于鲜水和龙门山等三大端裂带的交汇复合部位 除了有抗震带来的难题 施工时还面临着防风的困难 由于大桥位于河谷之中 又在高海拔地区 气象条件多变 风场十分稳了 瞬间风速最大能到32.6米每秒 相当于12级台风风速 在这里施工的工人时刻都能感受到寒风刺骨 为了避免峡谷遥风带来的安全隐患 施工队伍只要测得风速超过6级 便停止施工 新康特大桥从分类上看 是一种悬索桥 悬索桥在桥梁结构中属于柔性结构 在地震 车辆及风载等各种作用下 容易产生晃动 而在这个三大端裂带的交汇复合部位 加上稳乱的风场 怎样提高桥的稳定性成了一大工程难题 为了提高全桥的稳定性 工程师们为新康特大桥设计了一种 缴接式耗能中央扣 在日常使用状态及小地震发生时 中央扣处于弹性状态 能够为主体结构提供足够的刚度 从而保证结构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在大地震发生时 中央扣会产生较大的阻尼 消耗掉地震产生的大部分能量 使桥梁的主体结构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形 从而确保桥梁主体结构在强震作用下的安全性 并能约束桥的摆动达到以柔克钢的效果 除了上述的中央扣设计外 大桥还使用了很多巧妙的抗震设计 这都是几年时间建设桥梁历经千辛万苦 克服重重困难后产生的智慧结晶 值得一提的是 星康特大桥的桥塔有门塔和钢筋混凝土塔 两岸塔楼高188米 塔顶和桥面设置横梁 两根横梁按设立要求安装设置中心梁 这种结构的一个问题是 虽然它的抗弯刚度很强 但在发生地震时很容易弯曲 经过多次比较 桥塔采用波形钢复合梁与预应力混凝土丁底板组合结构 当地震发生时 包括桥塔在内的桥梁整体结构将发生更安全 更隔空 更容易修复的弯曲变形 而不是容易导致整体倒塌的剪切变形 不仅如此 结构实验表明 波文刚复合板在小地震和大地震中的表现非常好 在小地震中 结构不会损坏 可以继续正常工作 在中度地震中 结构将被修复 但不影响车辆通行 再大的地震时 损坏和维修成本降到最低 这种结构在大地震中的屈服至少可以保证破桥车辆的安全 避免人员伤亡 经过多年施工后 这座57节刚横梁组成 使用60万套高强度螺栓的超级大桥 终于在2018年12月最后一天建成 建造团队不仅用多达八项 使用专利证明了自己的创新能力 也用300名工人60名管理人员的最大施工人数 体现了中国建筑工程建设的高度机械化 刚让全世界对这个东方的基建狂魔又多了几分肯定和敬畏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